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日本,再想到的就是韩国新加坡,对本国有自信心的也会说中国是发达国家行列。 然而有个小国也曾是亚洲复国,排名一度紧在日本之后,现在却穷得要靠国民外出当保姆赚钱,这个国家相信大家猜到了,就是菲律宾。 菲律宾是怎么变穷的?为什么菲律宾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几十年了还是穷得叮当响? 说起这个事情,所有的菲律宾人大概都是一把心酸泪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菲律宾的地理位置。 菲律宾共和国,简称菲律宾,位于西太平洋,是东南亚一个多民族国家,面积29.97万平方公里,人口数量高达1.1亿。 上世纪60年代之前,菲律宾是相当富裕的国家,但现在,这个当年亚洲最有钱主却是风光不在。 早就没了往昔的神器,人均GDP只排在全球120名之后,人均收入仅1500人民币,在亚洲也垫底儿。 要是说怎么穷的,谁都不愿,只愿他们自己。 我们先来说说菲律宾的繁荣时期。 1946年,菲律宾独立建国,而那时,美国曾殖民统治菲律宾近半个世纪,又一手操办了菲律宾独立建国的事情。 菲律宾这可以算得上是个小号的美国。 1950年,朝鲜战争爆发,菲律宾借助美国经济扶持,经济突飞猛进。 60年代末,菲律宾的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,而当时中国和韩国的人均GDP还不足100美元。 一个菲律宾人的收入比10个中国人还高,方言整个亚洲仅次于日本。 1969年,某国际机构还预测未来50年,菲律宾会成为世界第十大强国。 然而到了1986年,韩国的人均GDP从87美元增加到了2803美元, 而菲律宾的人均GDP却从1000美元下降到了598美元,已经沦落为了和越南差不多的水平。 那么这个亚洲最西化,最亲美,应与普及率最高的国家,是如何沦落到菲御的地步呢?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独裁者,马克思。 菲律宾在20年的繁荣期里,安心做美国的代工厂,美式民主也没有给菲律宾带来清廉的政治。 马克思四度担任菲律宾总统,从1965年到1986年统治菲律宾,他一生贪污国家财产高达200亿美元。 除了国家财富外,菲律宾所有赚钱的资源,包括烟厂、石油、赌场、航运等,都成了马克思家族的私人财产。 如今的菲律宾虽然落后贫穷,但马克思家族却是富得流油,这也是原因之一。 第二个也是自身原因,不思进去。菲律宾这个人再合适不过,不思进去。 菲律宾人的慵懒使菲律宾物产受到限制,真正的鱼米之乡居然还要进口大米,男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却游手好闲,女性再努力也和其他国家难以竞争。 能躺着绝不坐着,能坐着绝不站着。菲律宾当初身为亚洲富裕国家的时候,不想着怎样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,反而安于现状,不思进取。坐持山空之下,国家自然落后贫穷。 第三是外部原因,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起步较晚。 上世纪60年代初期,亚洲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在为民族独立运动而奋斗,基本上都处于重建状态,在经历了战乱之后的经济,发展相对都比较缓慢。 但如今,除了亚洲四小龙之外,中国、印度等国家也开始崛起,综合国力突飞猛进,不思进取的菲律宾自然就落后了。 日本和菲律宾一样是岛国,现在不知道甩飞几条街了,这跟岛群的构成差异也有关系。 日本由本州、四国、九州以及北海道四岛组成,其中以本州岛为主体,四国和九州距本州岛也非常近。 日本因相对简单和禁忌力的群岛构成,容易形成统一而集中的文明。 反观菲律宾群岛,则不仅岛屿众多,而且没有主体岛屿,容易形成分散而不同的文明。 从而难以凝聚人力物力发展更高级的社会文明,长期停留在原始部落文明阶段。 第四个原因,人口增长过快。 菲律宾的贫困程度受到无限制人口增长的影响,经济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。 菲律宾的平均贫困家庭由六个或更多成员组成。 在菲律宾的农村地区,平均女性将有3.8个孩子,而普通女性将有2.8个孩子。 菲律宾也是禁止避孕的,她们是无条件接受新生命。 2019年,菲律宾的人口早已超过了1亿200万,但是菲律宾的国土才29.97万平方公里,比我国的云南省还要小,是我国三十分之一。 我国国土面积大14亿人口,菲律宾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国。 总而言之,当我们还在为温饱问题而愁眉不展的时候,菲律宾却已经拥有了地铁这样的现代化高科技产物。 如今菲律宾经济却呈现出断崖式下滑,不仅没能保住亚洲富国的地位,反而沦为了一个贫穷国家。 消失在了大众的事业之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,一个是菲律宾的自身原因,另一个是身外原因。 如果菲律宾有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,二战之后得到了日本的赔款和美国的支持, 如今也应该能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强国。 现在菲律宾麻烦重重,腐败是老顽疾了,经济又总是起不来,一年到头全靠借钱过日子,还学会了西班牙人乐观的精神,甚至觉得这种生活质量是正常的,那就这样吧。